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马 小马 快醒醒 快起来 跟我去田丽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惊喜 小马 你走啊 离开我家 你不相信我吗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有啥 你快走 原来一直是我自作多谢 再见了庄小马 再也不见你 让我少不了了 让我中气一点 庄小婉是吧 我代表林室集团继承人 来解除和你的婚约 这又是以同学 回那个 他事known 肯定了 你老板是不是身家百亿啊 差不多啊 是不是长得特别帅 腹肌有八块 还从来没谈过恋爱 是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只要我答应退婚 价格随我开 你老板眼睛都不带眨眼 对 只要同意退婚 价格不是问题 那这笔钱转在我卡上 我是不是还要先掏一笔手续费啊 手续费 打死你个骗子 林总 这个装相班好像不知道婚约的事 把我当成了骗子 可爷爷真会给我找麻烦 还有你浪费我时间 小马 妈 外面亲戚都来了 你该出去见见人了 快好了 那等会儿 来 我看这事也没那么难吧 林总这次亲自出的肯定能成 王国马 偿 鳖 大嫂 给你下次接受 没有 没有 Stretch, Moss 肯定的 就 还好意思说 之前给你安排的 你都照接口不去 这次人家到家里来了 你就见见吧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赵小马 你要是不去 我就 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你准备好协议 我去会会她 林总 你小心点 这村姑的厉害我见识了 又来这一趟 想断绝关系是吧 好的 乖女儿 忍着大老远赶过来了 挡着满屋子亲亲面把她赶走 咱们庄稼 会被人暗地里戳几两骨的 妈 妈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 如果我这次又没相中的话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介绍了 行行行 今天妈安排了你大姑 和你小姨们给你撑场子 你找谁啊 庄小暖在家吗 小心点像 在 在里面呢 是不是 长得跟大明星一样 是谁啊 是你拔村的可不多见啊 我看小满还怎么跳 庄小满呢 我找庄小满 小满 小满 小满快点出来呀 这小子还挺着急 小伙子 你怎么一个人来相亲呢 你们家人呢 一个人就一个人吧 要不要先喝点水啊 这么远过来辛苦了 你就是爷爷给我找的麻烦 他长成这样还需要相亲吗 相亲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就是我们家小满 小满 我们替你把过关了 小伙子可以 你休士二室介绍的相亲对象 是我 瞧瞧 这俩孩子多般配啊 可不就是嘛 快结束吧这场面具 明天把事定了 明天选个好日子 跟俩孩子把婚一结 明天这个时候啊 你就等着抱孙子吧 既然是相亲 能否给我们一个单独了解的机会 他想干嘛 走走 咱们都出去走 他俩单独聊 我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三观一致 你们好好聊聊 加油 放心吧 没什么好聊的 是个人啊 脸色说变就变 坐 这可是火箭 好戏开始了 喝水 喝水 相亲是我妈安排的 咱俩都是被迫的 坐一会儿 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吧 我倒是自愿的 你就这么闲吗 如果可以 我们这几天就可以领证 可以你个头儿 对 就是这个态度 不认识的人怎么愣结婚 对我而言 跟谁结婚根本不重要 我真是开了眼 那我请问 你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让你讨厌我 重要的是婚后 我希望你能以我为主 我主外 你主内 我这人喜欢热闹 孩子生得越多越好 但是 我不负责带你 不是 你哪儿来的自信说这 我还没说完呢 你最好说人话 我们俩结婚以后 我去哪里 你不能管 你去哪里 见什么人 办什么事 几点回家 都必须随时向我汇报 放轻 别人了 爆发吧 礼貌 我忍不了了 我把话给你放这儿 很好 大声说出来 就算世上只剩你一个男人 我庄小满也不会嫁给 像你这样的人 就这 这是你自找的 也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能听见他俩在说什么吗 听不清呀 不过看样子 俩孩子也看对眼了 你们在这儿怕着干吗呢 小满呢 我给他介绍的对象来了 他是相亲对象啊 他不是隔壁村那个王马子吗 什么 什么王马子 人家现在是皮特王 一定是王马子吗 他是来相亲的 那里面那个是谁啊 里面 不过也够用了 还有脸笑 这不很简单吧 搞定 好 既然庄小姐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我可是留下证据了 那没其妙吧你 成为了 陈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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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陈闺峰 你谁呀 是不是儿婶 你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嘛 她才是我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儿婶 儿婶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什么情况 你不是来相亲的 那你是来干吗的 我 我是来找你退婚的 我 说吧 为什么报警 警官 这个人肯定是某个杀猪盘 诈骗组织的小头头 他擅闯我家 还冒充别人的身份 跟我相亲 诈骗可是大罪 私闯名寨也是非法行为 你好好接来 首先 他说的诈骗组织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其次 我也没有私闯他家 是他的大姑大姨们 前哭后拥把我请进去的 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问他 当着警察的面 看你还敢撒谎 这 这话是不假 但他派人好几次找我 说要给我一笔巨额退婚费 世上哪有白减便宜的好事 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你交代一下 退婚费是个什么情况 玻璃爷爷 和这位庄小姐的爷爷 多年前为我们定下婚约 但是我们之间 根本不可能 我给他钱 就是为了解除这个婚约 好笑吧你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连小说都不带这么写的 但这件事情 千真万全 好 知道了 这个骗子 看警察怎么揭穿你 林医院的资料查出来了 没有案底 有必要这么惊讶吗 你们俩的事确实是个误会 那婚约的事情 就明天 怎么去 小马 让我妈听到这事 就没完没了了 看样子 你也明白这事有多麻烦 那明天 我会再来 你想清楚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谢谢